佛出现在印度 中国古代帝王 有智慧有佛德 派特使到西域 把佛法请到中国来 佛法不是自动到中国来的 是中国帝王派特使 在印度去离秦 念未发死 摩腾朱法兰 汉明帝的时候 带着经书 带着佛像 到达中国 跟中国朝野一接触 真叫一惊如故 非常欢喜 这什么原因 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 中国传统文化 是孝道 孝亲尊私 孝亲尊私的文化在中国 至少都有一万多年 佛法是四道 四道一定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这个大家就欢喜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 佛灭度之后 弟子们 向四面八方 去宣扬 有些地方 一两百年 没有了 有些地方 三四百年 没有了 我们看到 像阿富汗 七百年 没有了 爪哇岛上的佛法 也是七百年 没有了 唯独在中国 这一支 一直到今天 还存在 什么道理 中国人 硝烊 富 奉思 四丈 是佛法 身根 茁壮 开花 结果 最理想的 一块土地 这也就说明 中国人 有大福报 大福报的根源 是消养父母 中国人 没有不消父母的 祖宗在云 亲民 中原 冬至 都要祭祀 永远 不忘记 原祖 几千年的 老祖宗都不忘记 眼前 父母 哪有 不孝顺的道理 所以佛法 是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特别是 禁宗 佛给 禁宗 立下的 最高的 指导原则 敬业 散业 观无量寿 佛经上讲的 第一 佛 头一句 就孝养父母 第二句 奉死 四章 这两句代表了 整个佛法 佛法讲什么 佛法讲 孝亲 真实 跟中国传统文化 千万年以前老祖宗所教的 完全相符合 这中国人喜欢佛法了 跟我们自己老祖宗东西相应了 佛法确实丰富了中国本土的文化 他影响了儒家 影响道家 儒根道家的今天 用佛法来解释 用大臣来解释 把他们提得很高了 提神了 终今天讲中国传统文化 离不开如是道啊 离不开如是道 中国就没有文化了 所以我们生在末法时期 生在中国 佛法在全世界 宣扬 只有在中国 根深蒂固 在中国的成就 远远超过印度 将来佛法在全世界佛行 要靠中国这一支 世尊留下的经典 保存最丰富的 是中国的汉仪 大臣 这个使命 现在都在我们身上 特别是年轻这一代 要认真学习 发扬广大 智慧佛宝 无量无边 我先发扬了 以后 重点